志在菩提 心存众生 迷人不省恋生涩 南科一梦魅信天 总为石川而忙碌 名利恩爱既看穿 熙来攘往心意乱 被绝合成六万年 生生死死无了日 空过一生时可怜 目睹此景心痛断 贤途贤途莫迷连 当知此时非席日 劫煞遍地怎安然 在人间要有大志向 大志气 不要为一点小事情争得你死我活 把你的人生目标定得太低 为师要你重新定立你的目标 学习圣贤先佛他们的志向 你的志向是大的 中的还是小的呢 你以为舒舒服服的过个几年就好了吗 那可不一定哦 活得过今天 不要想明天 什么事都很难说 想躲 想逃 逃不掉的 有没有看过年纪很小就回去的 生病 车祸回去的 各式各样 二十岁 三十 四十 不一定 要活几年能控制吗 不过至少现在我们都还活着 还当人 更庆幸的是 都入了佛门 作为寄宫的徒儿 为师希望徒儿 都能把握今天 把握当下 活在人世间 就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做对这世间有贡献的事 徒儿能不能做到 只要有你们 世界上就永远有温暖 只要有你们 就能够散播爱 散播热 散播光芒 所以 你不只是蜡烛 你也是光芒 你也是太阳 所以 要好好的把你的爱心 你的热能 你的朝气 带出来 好好的发挥你自己 把你自己 真正地发挥到最极点 留下一些迅烂的色彩 给后世的人歌颂 给后世的人敬仰 好吗 在这凡尘之中 观音菩萨 世家谋女佛 我们都认识她们 敬仰她们 因为她们的精神不朽 因为她们都能够舍弃荣华富贵 为什么她们都能成佛 而不朽呢 因为她们晓得 什么是实在的东西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一段路 我们的祖父 只有自己家人 知道她的一生 因为她所付出的 只有在家里 她在家乡 所留下来的精神 并不普遍 而每个人 却都想得祭拜观音菩萨 只因为她为的是众生 救的是众生 今天要你们明白的 就是要你们知道 你走的路对不对 做的事值不值得 有否昧了自己的天理良心 活了几十年 有没有帮助人家 妒忌众生 小小的善事 有没有真心去做 还是只图个功德 这一点一点都要清楚 不然任你做万千 还是在人世间空走一回呀 为什么菩萨和仙佛 永远留在人的心中 因为她的心 因为她的心永远牵挂着众生 永远牵挂着你们大家呀 所以她的心才随着你们而应变 你们快乐的时候 她也知道你们快乐 你们悲伤的时候 她也能够了解 遼如指掌 所以 只要你关心一个人 你就能够时时刻刻 知道她的一举一动 你自己的小孩生病 你会知道 别人的小孩生病 你就不知道 这是你的心挂在 自己小孩身上的缘故 如果 只从经典中 去了解你修什么道 那你修上一年 两年 三年 都可能原封不动 站在原位不进步 譬如你做小丑 别人看见 就会开心快乐 但可惜你保持了形象 穿着漂亮的大礼服 就不能配当小丑了 其实 你应慢慢地用你的心 去解开别人的心 让大家都快乐 我们这个道 是要带给众生真正的快乐 我们要用慈悲心 去制造快乐 给天下所有需要的人 所以你们必须要 真正能从你的生活当中 去体会到 修到的快乐在哪里 我们自己本身得到快乐 无形之中 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 也能快乐 我们要度众生 并不是要给众生什么 而是要看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才给他什么 这才是真正为众生在设想 在大我之前 我们要放弃小我 当要表现自我的时候呢 就要好好去做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不要只看到自己 如果只为自己 便是逆天 逆天是一念之盼 修道是修我们大家的心 大家的身 一个群众 一个团体 要能各个圆满 不是只修你个人而已 自己顾自己的时候 这就是乱的时候 将剑走入灭亡啊 修道 不要只修表面 而不去关心别人 不去帮忙别人 你们常说 认理修真 结果心里笼罩一团 越来越多的雾气 欲修欲不真 比如 有人说吃素好 但他的嘴巴还是在吃肉 说而不做 那修什么道 修道不是只凭嘴巴讲的 口说道 而是真正要行出来的道 修道人可以不问人情事故如何 但是这一颗慈悲之心 这一颗热忱之心 绝不能冷却断掉 懂吗 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 念念可以相转 不要想别人 怎么都没替你着想 其实是你自己 为替别人着想 大家抱定此生不在物质求享受 不在恩爱中追求 要突破一些感情的事 把你的真感情贡献给众生 将你的慈心利益众人 将你的时间奉献于众人 知道吗 人要时时刻刻 活在感恩与祝福之中 才能体会到天地 对我们赐了多大的恩惠 我们每个人 在这天地之中 是多么的重要 任何时刻 只要你活着 你就要想到别人死了 我还活着 当我吃饭时 我也祝福别人 都能吃到一碗饭 时时刻刻 活在感恩与祝福中的人 就有福了 人与佛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佛做任何事都无所求 人呢 做了什么就想得到什么代价 都有所求 我们大家都是刻苦耐劳的人 我们修道 半道都遇到很多挫折 无计其数的挫折 虽然现在人家不了解你 但是你的心与老师长相左右 你要想老师在你左右 会听你们肃心语 你们纵然有了满腹的怨气 但不要发出来 要把它冲淡 因为有为师的存在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牺牲小我 为世界而奉献 就像蜡烛一样 燃烧自己 照亮他人 若能因为我一个人 而能够让别人好 能够让别人不做坏事 能够让别人了脱生死 纵然是受苦 也是苦得有甘味 所以说 这要是为众生而卖命 我相信 我的好徒儿们 个个都会很诚意地去做 是不是 希望我们能为人类 做无限的奉献 不只是现在 希望我们做出来的那一点点 也能警醒后人 也朝向我们的目标去做 这就是无限的奉献 然而 我们不求人家的利益 也不求回报 这才算是真善美 但是啊 你的步伐没有踏文 我怕你的这一辈子啊 只要这半途当中啊 遇到一点风雨啊 就一大拖的人就走了 就散了 太多太多历史的教训 就是因为认理不清 理不明 到底不知道怎么样 在内心里面扎根 落实 对不对 是 哎呀 我今天也不是来训话吗 你们先坐下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看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大家请坐啊 有椅子的坐椅子 没有椅子的坐地上 好不好 老师说 自在啦 我们老师最自在的 你们都要坐椅子啊 坐椅子就坐椅子了 但是灯很像很多鱼哦 太多了哦 不用开太多对不对 灯太亮了 我跟你说 你们不需要看得到 看得到我这个厕所 不需要看它 因为它也很好看 对不对 只要在你的梦系里面啊 真的觉得说 哎呀 你心里的那个技工 从开始到现在没有变 不会因为介绍 你看到怎么样 就动摇你的心啊 好不好 好 因为在你的心里面 应该是很扎实的 对你的未来 对你的目标 要很认清楚的 你是在为什么修道 你想想看哦 一个人呢 在一个地方跌倒过 他可能会 在那个地方会很小心 一个有跌倒过的人 在一个跌倒过的地方 他会很小心 但是呢 过了十年二十年 时间久了 或许他又会在 同样的地方再跌倒过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能够记取教训 对不对 对 今天我 我可以很疯疯癫癫癫的来告诉你们 但是 我很想讲的是 我很想找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人 告诉你们说 现在啊真的不一样了 你修到很多很多年的点传师 修到很多年很多年的讲师 或许在你们心里面 我这个技工啊 那个影子啊 也已经是很模糊了 所以我说我今天呢 真的是自作多情来看你们 一厢情愿的来告诉你们 我真心话 或许呢 这一些 不能够打动你们的心 但是 我说过 各 各了 各愿 对不对 对 我的任务 我的职责 我的愿力 我要 我要用这种方便的法门 在我可以 可以用的时候 我一定要 好好的用 因为你想想看 你们现在有太多 什么什么的 就是传那个什么 以而传而一大堆的闲言杂语 一大堆的荒谬的论坛 搞得人心惶惶 你说我技工怎么办 在人与人之间不能体谅 不能包容的时候 大家都说 大是技工的徒弟 但是一家人 都是手足啊 都不能互相的 疼惜的时候 你让我为难 对不对 对 如果说 你很委屈 我知道 但是他也很委屈 每个人都委屈 但是有没有想到 是我技工最委屈 我要 承担你们的苦 要解决你们的忧 要为你们去排解 很多很多的问题 公司你忘了 你的世界已经 越来越小了 甚至你已经忘了说 同事你超哥 手足之间呢 没有互相的 疼惜 联系的话 你们以后怎么办 更多更多的事情呢 你想想看 有多少多少的事情呢 多少多少的教训 就是因为 当大家力量不集中的时候 外力趁虚而入 不是就这样一盘毁了吗 你看你们以前 所有 也从那一场跌过伤的人 现在更加要战战 尽尽 不管你对宣佛的看法是什么 不管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那都是你自己心里的事情 但是 咱们的目标 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你的心中 我技工是分量很重的 我希望你在这个家里面 你要护齐啊 不可以 天外不可以 再互相的抗后腿 好就好 好 这凡天话就是这么说咯 如果你都没有认同 这是一个家 起来有一天 这个家里面的人 会你走东我走西 如果你都没有认同 这是一个家 你都没有一个认同感 一个归属感 有一天 你的孤独寂寞 会导致你离开这里 其实这里 你说它温暖吗 你是说它一点人情都没有吗 其实照顾你的心理哦 我技工从来都没有变过 我技工从来都没有 因为你的心怎么样 而认为说 我这个徒弟我不该去腾它了 绝对不错 反而是因为 有时候你的心理我远了 我照顾不到你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在这时候 我们何必何必去顾忌太多呢 或许啊 我在你的心目中 你会觉得 听到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什么了吗 讲的话也不中你的心里面 怎么样也不能够打动你的心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我 被 呐喊 声嘶力竭的 在呐喊 一直告诉你说 我的关系从来没有变过 我的愿力 我的职责从来不会因为这个时代而改变过 如果你真的了解我的话 你会知道说 在治理行间 我一定一定要 把握这最后最后最后的一线生机啊 就是要告诉你们呢 你们的愿力要好好去聊 这六万年来的 不管是恩恩怨怨 怎么怨怨 怎么都好 但是呢 你要如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你就要好好的去 把该了的该了事 该还的给还去 对不对 虽然说人世间是一场戏 虽然我借窍来看你们 在你们的眼里就像一场戏 但是 我从来我从来都不会把他敷衍 躺在 因为我知道 我的每一句话 做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重听 但是 我知道 我慢慢的能够打入你的心里面 在你们的心里面 产生一股力量 你想想看 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啊 有些人说 末日来了 有些人说要怎么样躲结地呢 有些人说 应该怎么修 有些人是修空 用常作 怎么修 法门一大堆 有说我的除了 你到底听懂我的话了吗 你该怎么修 你是相信他们说末日来了吗 还是相信我激光说 只要你好好的修 在黑暗里面有一线生机呢 还是你听得太多了 你的心根本都外放了 你又回来 说爱是先佛说的 但是先佛说的话 到底要怎么取 对 是怎么取舍 你懂吗 你看过看过太多太多的先佛 先佛说的每一句话 你是怎么样去认同他 所以啊 要认理嘛 先佛这条 我今天这条 我说过 如果话不合 忠道 你都可以去不要听 为什么 说到是兄弟的事情呢 我要你自己的愿呢 今天我这条 或许机器 它本身的素质就有变化了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呢 你如果你有智慧去分开 你如何走未来的路 在未来 在未来这么长 这么长远的路里面 你想想看 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 你还要你的九旋驱逐 你在房间 一场一场法会 一场一场的事在办 你多少是在敷衍 你多少是在吵涮 你知道我看了多心痛吗 你的九旋驱逐 有些好在受苦 有些 有些一直期盼的心 很忧情啊 但是呢 对我来说 我能够假公祭司吗 对于你们 我是不断的 不断的在告诉你们说 你看 在你们前老的眼中啊 你们是多么的好 多么的好啊 多么的好啊 人又多啊 什么 几多几好的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些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最关心的 最认为重要的 是你的心安不安 你对未来有没有肯定 你对这条路 有没有认定说 这条路绝对不白走 是因为我觉得说 我可以很斩低解体的告诉你说 这条路 我拧着你们去走 不会错 但是 上天的意识 经过人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会错你 对不对 所以你静谷的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你的心里面 忐忑不安啊 你的心里面 找不到主的时候 你同样再办 再办 但是呢 事非而公办 那我觉得 很对不起你们 也对不起你们的 祖先 对不对 你同样在做事情啊 十年下来 你看 有些人是筋疲力尽了 还在撑 还在做 还在办 有些人呢 那是见仁见智 但是也是一个智慧的考验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看得很重要还是很草率 黑暗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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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世界是怎么样 你的心如果黑暗 你一定希望都没有的时候 早就末日了 对不对 嗯 但是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众生 要去度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绝望呢 因为希望就在前方嘛 对不对 对 所以在了愿当中 好好的反观自己吧 好好的去研究 在经典里面好好的去参悟 不要再虚虚渺渺的再漂浮 因为啊 修到得入 虽然很长很远很坎坷 但是只要你能够认理而修的话 其实应该是很平顺的 你们所谓的众胜清凡 在半道半道半的很累很辛苦很辛苦的时候 你安乐你的心了吗 你在回头看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在你的内心里面 我怕变成荒芜的一块田地的时候 怎么办 你到时候会不会怪我 你又告诉你说 你有往内好好的羞耻啊 在你的内心里面 那个泉源 没有源源不断的话 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荒芜的田地 那个田地长不出 长不出一个苗的话 你说 我半道大很多啊 我一直很 在半道啊 很辛苦啊 上天看得到 但是 有功无德 必招什么 所以比如说 内外要坚固啊 不会要双修 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你一直 集中在外的话 你忘了你内心里面的呐喊 不安啊 真的 我说你要再走 走几年的路 那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在撑 有可能看人情 有可能看典安师怎么走 就怎么走 但是 不一定典安师都对 因为典安师也是人 他的思想也可能在变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政策里面 需要大家一起同心的走 因为这就是一个家嘛 因为这就是一个家 就不要再分笔论词了 也没有你是老大 我是新大 也没有你是新进 我是后进 虽然有新进后进 文道有先后 度业有专攻 但是 在兄弟姐妹的情与 情分上 是互相尊敬的 绝没有与老卖老 以上压下 以权 以士 以名 来扭曲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对 或许我说这些都是 多余的 但是呢 也是发自我内心 想要跟你们讲说 你不用去担心那么多 你不用去害怕那么多 但是 我想你把这一颗心 先放在这里 安在这里 很好去做 未来呢 未来呀 未来呀 真的不用去 去 去 揣测那么多 去想那么多 那么无谓的麻烦 那么无谓的麻烦 只会添加你很多很多的烦恼而已 修大不是要解脱吗 解脱不是要上下吗 在经典里面 也不是让你自己更越来越自在吗 你看 你们的 你看你们的脸 还好地回去照照镜子 看看你们的脸 是不是更荣光散发 是不是更像以前 跟以前真的差很多很多了 还是你更进步很多很多了 还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来 真的又在打转了 不知道怎么怎么在人事问题在进步 怎么在经典里面去参救 去让自己能够提升呢 对不对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想想看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老子 但是最平常的事 可能就是你们认为最大的事情 对不对 在你们的心目中 你想想看 有很多芝麻绿豆的小事 被你们一踩做都可能变成大事 这些大事 一船二 一船十船版 可能就是一波一波一波 就很多很多了 但是 你想想 以前有多少多少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样子 理念不清楚 这样子一波刷下来 就是古牌一样 满片岛 对不对 岛文你说 大无情有情 很像无情喔 但是你说 先佛有没有情 有 比安师有没有情 有 但是比安师如果他那个时候 就自身难保了 你菩萨过疆了 那你怎么办 修道当然要靠自己了 不然你能够靠什么 对不对 嗯 你不能说啊 比安师喔 比安师修道很多年了 但是 但是比安师 他整个理念贯彻下来 或许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争吵 会不会生嫩气 会不会不理他 那你想想看 当比安师也难啊 当讲师也难啊 对道理的体悟上面 对真理的体悟 有浅有深 对不对 所以 如果在这个家里面啊 在别人看到你们都好 都一直夸你好啊 哎呀 那个比安师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看 因为好 所以让 如果因为人家夸你 而变成得意洋洋 而变得你 要不要预先的话 我觉得 这样不是很好的 对不对 对 因为 最实际的话 应该要去跟你说 你现在该怎么做啊 你现在应该要更认准方向啊 不要因为 啊 什么什么讯文说什么 人家说什么 哎呀 因为到场一些人事的问题 而让你的心 犹豫不定 而让你的心 觉得说 生命 修道 战道 修不修 犯不犯都一样 其实差很多 修不修 犯不犯 真的差很多 你看 你不要看眼前 但是你看 十年见什么 老地 三年见什么 进退 但是跟你同一批上来的 有多少人离开了 有多少人还一直在上前 但是 你看看他们过得好吗 你看看 你过得好吗 但是 如果你没有再进步 十年后 你会做得好吗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浪费光阴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辜负我气功的一片心意 今天晚上 我或许我不该来 或许我讲的话 你们都懂 但是呢 我不得不很语重心诚的告诉你们啊 你们不懂的事真的有太多了 所以 适度的去把你的耳朵给关注 让你的眼睛啊 给关注 看好看的 值得看的 听好听的 值得听的 甚至呢 用你的心去听 去听上天的声音 去了解别人内心里面的呼喊 去了解我气功 到底想要跟你说什么 这就是庄主所说的心在作望 不是吗 所以 成佛 还有 成圣成佛 还是凡夫俗子 只是一个念头 你一个念头啊 我说 我很庆而易举的 可以帮你 但是 你一个念头都不在的时候 我怎么帮你呢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你知道吗 每当只要有人 有人求我说 表示慈悲啊 我的谁身体又不好了 我的女儿又怎么样了 我心里面 只有无奈的摇头 只有叹息 为什么 在你们背后看不到的太多了 或许你以后还会遇到很多 但是 你们只是要求说 我帮你很多 让你能够度过眼前的危机 但是眼前的危机的背后 你看到了什么吗 还是因为这个危机 让你觉得说 啊 我该对人生有一番体悟 我的好好的修 好好的忏悔 好好的去感恩 好好的去了通我以前的业障啊 人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 在人生的路途上 或许有病痛 有折磨 有人事上的考验 这种种都是难免的 当你问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用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吗 你能够很问心无愧的去跟上天说 我没有错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吗 但是 因为人呢 眼界太短浅了 他没有看到过去 也没有看到未来 他只是重视在现阶段这一段 只是认为说 上天不公平 现在他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上天真的不公平吗 当你在享受的时候 当你在享乐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 你想要别人再受苦吗 你有想到过 我这个激动在跟你背多少吗 不要因为说 某些人身体怎么样 事业失败 或人家庭 遇到什么样的考 你就来问 你就来质问我好不好 或许我得很薄 或许我能力不够 但是我真诚真意的 我真的在帮你们 在拨转了 或许你们都看不到 但是我很想告诉你们说 这一切一切 或许在注定当中 但是也需要你们去拨转 好不好 好 我今天来会不会说太多太多 不会 千老师多慈悲 不会啊 不会是最好了 因为看到你们呢 修道又很累啊 你看 日忙夜忙啊 真的是奔波劳碌啊 真的是牺牲奉献啊 你看 这一点心啊 真的很可举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 我怎么舍得 怎么舍得去 对你们做一点点 怎么 你们凡间做的什么 苛责啊 当然 当然捨不得 对不对 因为 你看 每一个手指都有长短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了 你想想看 每一个人啊 在他的岗位上 好好做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 是多么的高兴 对不对 对 或许今天要送给你们的歌啊 你们会觉得说 哎呀 班员他们都听不懂 其实 如果你真的 真的去体悟一下的话 我所有的话 都是跟你们说的 只是 只是啊 有时候没有指名啊 跟你说 哎呀我关心你 你们或许又不懂 有时候 你说介绍总是有局限嘛 对不对 时间也是局限啊 或许 这机器 本来就不是很好用啊 对不对 所以 在局限当中 我总是要超越局限 想要告诉你们很多很多的话 但是呢 你们听得懂吗 好 好 你们修到要修多久啊 真的是永远啊 真的是一辈子啊 真的 不要再 不要下次啊 因为人事 因为先佛 看先佛怎么样 不要下次因为看点传师怎么样 到场一些人事怎么样 而让你修到的心愿 志向 也剥夺掉了 有多少人 就是因为在这样当中 一波一波的 像那个 桃子 铃子这样子 一颗一颗一颗 一直掉 掉下来 很可惜的 对不对 嗯 因为没有人啊 是说 注定他修到 只是修一半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每个人的根基 缘分 是靠自己去把握的 每个人都有 但是 这辈子 你在 你在这里 跟我继工 结了这个圆 这个圆 就从 你求到的那时候 开始 一直迁徙的 绝对不会 有所 怎么样 中断 是因为我一直相信 我一直在付出 我有一天会看到你们 成长 看到你们浊壮 看到你们 见大功 立大德 所以是我在期待 等待那一天 所以 我不断的见 很多很多的时候 要告诉你们说 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化 不管 这个时代的人心怎么变化 人怎么再看先佛戒窃 当然 先佛戒窃 本来就不是 长久之计 或许 以后 或许 未来 怎么样怎么样 都不一定 但是我希望 我这个继工 不要是因为 戒窃 和话 让你感动 而是因为在你自己 跟我继工 内心里面 互相的契合 本身 就已经够了 我们不要再靠桥梁 是因为我要真正的 在你的内心里面 我们互相能够 心 心 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 所以 你们 已经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 要迈向未来了吗 有 真的准备好了吗 有 所以 如果准备好了 我就要告诉你们说 不管有风 还是有雨 你们都要往前进 不管 未来啊 遇到什么样什么样的问题啊 你们都要有那种毅力 有那种决心 去通过任何的问题 因为 这是你自己 刚开始立的愿 你不要说 我开始立的愿的时候 是很糊涂的 是不知道 糊里糊涂就立了那个愿了 如果那个是这样子 你现在也是糊里糊涂的话 我很想跟你讲说 从今天开始 我要你不要再糊涂了 能够说 好好的再继续说 了你自己的愿 办你想办的事 这个叫各了各愿 这个叫各办一段啊 因为时局不断的在转变啊 你不能够保证说 未来会怎么样 你不能保证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 就在你能够办的那一天之内 那一天之下 你办的时候 上天就取你那一颗心 竟然有一天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你的身体怎么了 你在一场生活里面 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说 一命交天啊 嗯 身体上的病啊 可能会医好 可能医不好 但是 如果借这个了脱 了脱这个红尘的话 我应该恭喜你 应该是值得庆幸 你也不要去有一点埋怨 因为人啊 到了一点不平顺的时候 难免就会怨天尤人 就会说我修到修那么久 我为上天付出那么多 为什么我还得到这种病 为什么我修到路上 还这么不顺遂 其实不是的 其实你要了解 如果说这些不顺遂 能够帮助你体悟更多 能够帮助你在未来的路上 能够不管是在红尘也好 不管是在哪里都好 能够让你了超更多 体悟更多 其实离不开 离开不离开这里 都是很自在的 因为修到人 你没有学到一命交天 你在办什么事情 对不对 嗯 但是 在做一命交天之前呢 平常也是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不是吗 是 你的身体如果像蜡烛一直在燃烧 当然有一天会烧完啊 对不对 对 当然你就在加速他的灭亡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起居生活 你真的是办到很辛苦 但是在办到很辛苦之余啊 真的要调理调理 打理打理自己 为自己铺路 为上天铺路 也为你们的前人在铺德 不是吗 是 所以你们的一言一行都很重要 你们不觉得吗 你们是天之交之 人家着目看中你们 但是就是因为被一直捧的孩子啊 是不是容易被宠坏啊 是 如果被宠坏了以后你们怎么办 对啊 你们是有学问嘛 素质比较高嘛 对未来 自己的理念也很清楚啊 但是 如果你的文 你的我执啊 你的物脏 文脏 你的我执 法执啊 一直阻挡了你修道的话 连我这个技工都救不了你 因为你学不到超然 你学不到洒脱 那你想想看 外表做得最好 让人家多么的夸奖你 其实都是空的 因为 当你 人家夸你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爬不上去的时候 那时候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在你的内心里面 真的 要给自己一个最深最深的 最 一个观念 就是你 做给上天看 做给众生看 当然 你们也做给你们前人看 对不对 但是 做给前人看 但是你要想啊 做给上天看 做给众生看 要得明星啊 要要得天星啊 不然的话 你这样怎么才能办得长长久久 这个白羊的俊夜 白羊的盛夜 在你们开始 要更辉煌 要更 要更红展 所以你们的脚步 每一步 都很重要 今天啊 我很语重心长的告诉你们啊 在你们的里面 在你们的步伐里面 都可能左右这历史的每一页 所以在这白羊史上 你们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你们都一定要战战兢兢 做每一件事情 都要为后面的人想一想 不要在这个时候 把你的步伐给走错了 好不好 好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啊 你们前面的人会走 有一天 可能先佛不借窍 那你们靠什么样的力量来修到 真理啊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少了 少了人夸奖你了 可能那时候你要做什么 你认为说先佛也看不到了 那时候 或许你心里面的先佛也很弱很弱 电力很弱很弱 你靠什么来修到 但是理 你认为你的理都很正确吗 你认为你内心里面的理都是真的吗 如果这样子 每个人都会认为他是真的 为什么 他认为他的理才是真的 还是正的 才是不偏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是在研究经典吗 以绝 为师 以智 为有 对不对 绝师 智有 但是呢 在你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守着规戒 戒律 你想想看 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跟凡夫俗子差不多 因为你们的活泼玲珑 因为你们的通权水变 你想想看 你走出去谁知道你是修道人 甚至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跟他们是 本额差字啊 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通权达变 已经让你们变成了水变 在你们的气质里面 都没有提升的时候 你跟一般的凡夫俗子是差不多的 你们现在人都说要修道办道 都说要好好的 要好好的帮上天啊 度一些原佛子 但是你想想看哦 当你在度人的时候 你已经忘记了 在内心里面 很深刻的扎根 好好的去提升了 如果现在有一票人走在路上 你看得出哪一个是道青吗 是衣服让你认出来它是道青啊 还是因为它的气质 然后还是因为它的那种涵阳 还是因为它显现出来的那种更加不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修道修一修 你认为说要走入人群 然后就敷衍了你自己自律的功夫 然后你就忽略了你自己对自我的要求啊 那我跟你说你修十年你还是跟凡夫俗子一样 因为你在你的气质上 因为你在你自己内心上面都没有要求 你怎么会进步呢 对不对 在这习惯当中你就容易跟人家一样 越来越堕落了啊 咱们修道人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跟人家一样一样 这样子在虚 在很糊涂的在过日子呢 对不对 嗯 很多很多的事情哦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 当你跟你的邻居 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很夸奖你这个修道人很好的呢 还是因为他一直毁谤你 还是因为他说哎呀你修道改了很多 还是因为这几年下来你的努力 你的下功夫让人家看到你真正的改变呢 还是因为这十几年下来 一二十年下来 你已经忘了你要做什么事情了 只是形式上办到就赶快去办 当上下子女去抄一抄板书 去办到办一办 这样子事情就完了吗 其实真正的功夫在盛堵啊 在没有人的时候 在心理下的时候 是不是借病会啊 对不对 今天你不要做给我看啊 我也不需要看啊 但是呢 公私之间啊 要分得很清楚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哦 我绝对不会因为你哭哭啼啼的 我就跟你讲说我帮你背 我能背得了多少 我能背得了多少啊 对不对 所以 我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哦 真的啊 做给别人看 做给上天看 做给为师我看 看着你真的下功夫了 让你真的在修道的路途上面啊 揚眉吐气 是因为你光宗耀祖 家里面出了这个修道修道的孩子 家里面出了这个修道的孩子 真的不一样了 为家里面争光 为这里佛堂争光 为道场争光 你们做了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 我希望有一天啊 是看到你真的在进步的时候 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不断的对你喝彩 不断的跟你竖起大拇指说 你这几年啊 吃的苦没有白费 你这几年啊 修道的路途上啊 吃的苦受的累啊 值得的 因为在盖观论定的那一天 上天要你的什么东西而已呢 心 是不是 是 但是如果以你 你现在的心境 环境 情境 你想说 你能够支持到你 盖观论定的那一天吗 有多少人 在 那个气要断的那一刹那 是不断的求宣佛慈悲 要带我回去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重蓝仙佛把你带回去 又能怎么样 位置再大给你 你也做不了 那你不是也让我为难吗 对不对 或许你们会觉得 哎哟天堂那么远 看不到 那你就不要相信有天堂好了 但是 做人基本的原则 一定是把人的事情 再做好吧 何况说 你们现在有一个修道人的标签 贴在你身上 那你怎么能够不战战兢兢 好好的去学 好好的去办呢 你看你的脾气毛病 这十几年 一二十年 这修道的一度涂下来 你真的改很多了吗 还是刚开始很战战兢兢 还是回了家以后 把一肚子不快了 开始发泄 咱们修道人呢 是点点滴滴的功夫不断的累积的 不是在外面 不发泄到后面开始 到家里没有人的地方 开始一大堆苦 苦水一直吐一直吐 如果你真的要吐苦水 你可以跟我说 没有关系 是因为我害了你们 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承担了 我承认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不能把那些怨 那些苦转化的话 你十年呢 还是一样 站立不前 因为你心境没有改变 因为你不能学去包容 因为你不能学着去体谅别人 体恤别人 因为人 为什么他不能改变 有些是因为业力的牵扯 有些是他习性很难去改变 你没有宽大的度量 怎么去走未来更大的路 对不对 一样米 一种米 养百样人啊 那你想想看 你修道人 胸肌度量更不一样了嘛 我不是说一直标榜 你们要与众不同 但是你们做的事情 确实是与众不同 那你们要办的事情 更是更广更宽更远 为了更宽更远更长的路 所以你的路没有铺行 有一天 我告诉你哦 你会跌得很痛 有一天 你可能会到过头来怨我 为什么你当初都不讲 为什么那个小徒儿怨思书 它里面只是这么小这么小的光 这么小这么小的神位而已 你说 对 一定教不好都是老师的错嘛 因为 怎么不开始就讲好一点呢 为什么不 不严厉一点呢 到最后的时候 才事情这样发生呢 对不对 所以啊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 一时的疏忽 造成永久永久 难以弥补的遗憾 好不好 好 今天哦 你记得我今天所讲的话 有一天这些话 在你们的心里面 我希望 我说了以后 有一天 在你们内心里面 不要来怨我 不要怪我 对你们照顾不忠 是因为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在你们内心里面 好好去看 圣神 圣贤先佛的 所说过的话 在你内心里面扎根 你就不要在一些 肢结末流上面去打转了 我们在修上圣法门的人 不在 不在 最 最基本 最重要的地方下功夫 你在哪里下功夫 为什么 一直在打转 为什么在外围 外圈一直打转 找不到你自己呢 等到迷失一点 不容易 这是一个言 但是如果你看清了 如果你不在意了 这一点 对你来讲 一点开悟的效果 都没有用 对不对 有多少人 得了一点 但是 还是一样 很茫然 对未来 还是一无所知 为什么 是我不好吧 一定吧 但是呢 我也很想问问你们 你们度了那么多 那么多的人 你们真的有去用心去成全了吗 还是他不来 就说他佛缘不好 还是认为说 没有关系 等到有一天他会回来 等到有一天他会回来 但是你打铁不趁热 你永远永远 那个心都已经冷掉的时候 你怎么再去挽回他的心 对不对 对 或许 这样子两天的成全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 后续的动作不是更重要吗 对 今天我们 你要的只是人数而已吗 不是 你要的只是人数 还是 还是现场的气氛 还是现在那种 那种 只是抱一抱人数就好 你要的只是这样子吗 不是 是 如果你要的只是这样子 那很简单啊 为什么 因为 你这些人都可以去做的嘛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叫一些 就这样子 抱一抱人数 事情过了就好了 但是 你度了一个人 你没有好好成全他 然后他 他在道理上 道理认识又不清 那你想想看 这个圆啊 这个种子啊 要萌芽都没有办法 那你想想看 你开始的时候 是经过多少多少次 淫保师 经过多少次 点床师 这样子去引导 这样子去告诉你 你才有一点发心的 甚至到现在 你还是认为说 你在该发心 你不该发心之间 还在犹豫的 对不对 所以 每个人 既然是 迷媚的佛啊 他都是有一可能 有一天 有一天 会变觉悟的众生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不要看清 我们要尽自己的力量 去做到 该尽造的本分 好不好 好 今天 你们所看到的这里 就像一艘船 这里的一艘船 会向前进 也是你们 靠着你们 会倒退 也是你们 不然 你们认为说 没关系 我的胸肌没有这么大 我只要一艘独木舟就好 还是 我只要一艘木船就可以了 我没有那么大的志愿 要去 有一个豪华的大游人 但是 实在也不一样了 你不能 你不能往前进 你不能 视野更宽阔一点 你怎么度更多更多的人 对不对 对 所以啊 你把你的根扎稳在这里 如果你的根都不稳了 你竟然在胸 胸哪里 放眼哪里 都是鸟然的 为什么 因为啊 那个根呢 可能会一直飘动 根不稳的 根不稳的花 怎么能够开得久 根不稳的树 它怎么能够茂盛呢 对不对 所以 爱 爱这里 就像爱你的家一样 你们所讲的道坎啊 希望 不要因为人事的问题 而毁了它 好不好 好 因为辛辛苦苦 几十年下来 的心血 多少 前面的人种树 后面的人成凉 才有这样子一个地方 人家谈主圈的 大家共同 同有那个心 去护持它 去好好的 让它更 这艘船 走得更稳健 这样子 才不辜负天恩浩荡 你们都忘了 你们能够修道半道 天恩啊 在你们身上 庇佑着你们呢 不然的话 你们怎么能够 那么 那么稳健的去 修道半道呢 对不对 对 也因为你们 逢着这个时运 这个时局 让你们能够 好好的修道半道 所以 过了这个时局啊 很多很多的事都变了 或许你心目中的好人 就变坏人了 或许你心目中 认为的先佛 他就已经不真了 或许你以后看先佛 你也不像以前 这样去看他了 其实 那都无所谓 不管 你用什么心态 来看我这个 激动技巧 我都无所谓 但是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要认准你自己啊 你身边的好人 如果有一天 变坏人了 你说 那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一定认为你是好人 别人是坏人吗 但是 有一种人 为了要帮助你 他不得不变坏人 对不对 难道 忠言蜜耳 难道说你 忠一点的坏的人 都是坏人吗 那也不一定哦 所以啊 那个叫 忠言蜜耳 然后呢 良药苦口 对不对 你们总是喜欢吃甜的东西 总是听好听的东西 总要享受好的东西 但是 这些都可能有一天害了你 因为在你的身边 没有人敢跟你讲中的话 没有人敢 敢怎么样 得罪你 那你想想看 那你以后怎么办 比安师 你自己的 修道的 资历 修道的 这么多年的道理 而自己 把自己 捧得很高 会不会 但是你想想看哦 现在 比安师也难当 讲师也难当 所以 真的要以德去服人啊 以德去感化别人 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 到最后 谁都不服谁 因为这一份道气 越来越薄弱 彼此的利益 关键 越来越重的时候 表现实真的很难当了 越来越来的表现实 越难当了 所以啊 你们没有一份彼此尊重 没有彼此互相的提示的时候 你想想看 当比安师 你说你来当好吗 没有当比安师的人 就很想当比安师 当了比安师才知道 当比安师很苦 但是哦 就是因为 这彼此之间呢 很微妙的关系 让隔阂 磨擦 在无形当中 就升起了 有一些讲师坛主 这比安师很不谅解 认为彼安师很霸道 认为彼安师很怎么样 但是你想想看 谁愿意看到呢 你有想到过 彼安师的压力 的责任 万一这件事办不好 他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彼安师 如果你只是认为彼安师不好 好 那彼安师真的不好 那彼此又不能说 那你们永远问题就越来越大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会去告诉别人 那个彼安师怎么样 怎么样 那你想想看 这一艘船靠谁 靠彼安师一个人力量不够 靠你们力量也不够 对不对 那你说 彼安师不去点到 你说 我讲的事 我跳出来点 好不好 对啊 所以那种关系很微妙 每个人都有脾气毛病 当彼安师都有 但是 我有一个彼此 互相的自我要求 互相的体量 其实一定会很圆满的 一定会很和谐的 对不对 对 所以 当你看到彼安师的时候 或许他不笑 或许他不说 很多很多关怀的话 但是呢 你们有没有试着去关心 彼安师 他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有没有试着去关心 讲师 他到底 为什么最近 哎 怎么闷闷不热 哎 怎么心里面总是很 感觉你们反间话说 很甩的样子 都不理人 有没有 那你说 我彼安师很忙 会不会 连一句虚寒问难的话 你都舍不得说 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讲师 谈主到妻 真的 人是一句 问候的话 他拼死拼活 他都愿意 所以 这也是人啊 人心之常啊 他真的是 有可爱 但是也有 让人家觉得 很值得去深所的地方 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 关系会搞得这么紧张 为什么 表演师 总是高高在上 为什么表演师 总是跟讲师 某个讲师 总是见面 事有若无的那种尴尬场面 我说我看了我都很难过 但是呢 不是谁摆架子 只是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误会 对不对 所有的误会 我希望 希望从今天开始 化解掉 所有的不愉快 所有的 该忘的 都忘 不能忘的 你就来告诉我好了 希望呢 这个家 这一艘船 这一艘船 有你们的护持 因为你们都爱这个家 这个家 会更和热 因为 这里 要在更多更多的众生 上撒船 因为你们还要办更多更多的事情 不要因为芝麻利豆的小事 而影响彼此的感情 也不要因为这样子 而破坏了所谓的道情 好不好 好 因为道本来就不曾变过 是因为人在修道 人在替上天在传道 在代天宣话 在行为上 在语言上 在 在处事方面 在不圆满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没有真的去体谅包容的话 这个叫自我淘汰 道场有太多的自我淘汰 很无情的自己想要离开 其实不是道场不好 你要知道哦 不是道场不好 是你自己 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解解开的时候 就是你自己想要离开的时候 对不对 有多少人 修了十年二十年 他还是觉得这里很温馨 他不会觉得这里 一点点 都不会觉得说这里 哎呀 没有容身之处 为什么 还有些人更觉得说责任感 使命感越来越重 他要付出更多更多 虽然 虽然 不是说每次来佛堂 你看你们凡间的人 来佛堂 就会觉得说 我怀才不欲 你看 比安师都不重视我 你看 我来到的时候 比安师对那个特别好 常常呢 看我都不看一眼 那你想想看 你来到的时候 你只是要跟比安师对你的疼爱多一点吗 那你又没想到过 我站在那里一直看你们 你们都不看我一眼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你只是要比安师多多 多对你们疼爱一点 关心一点 你有没有想到过 其实我无时无刻的 都在关心你们 你们也不需要说 一定要得到比安师的疼爱 什么 哎呀比安师多派工作给你做 或许在人世上很难圆满 但是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做那件事情呢 少地可以少吧 其他的事总是可以做吧 对不对 我们呢 人呢 就是因为常常会觉得说 我这么好 为什么他不看重我 为什么比安师都不认为说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看 法会 他也不觉得说 我可以上去讲道 为什么老师呢 上去讲道 那你想想看 你有这心态的时候 你当然会觉得 对不对 这个叫 只要你有那个能力实力 你为什么会怕使运不济呢 对不对 你何必怕会 在会什么英雄无用武之地呢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一句话 就是 少个地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人家不要做的事情 你更需要去做 为什么 那个才伟大 大家日文丰盛的去做 那有什么 对不对 你不需要去真实一下 就觉得 让人家很夸奖你 很 很肯在手心的那种事情 为什么 你让人家肯在手心 你想想看 万一人家不肯你了 改天让人家冷落你了 你一定 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因为别人会忽略你啊 但是你要看重你自己 你要知道 你办事 是为了神 你办事 是为了你自己 你为了上天啊 你为了了你的怨 那你 这样子的话 你一定无怨无悔 那样子的话 你做什么事情 都甘愿 对不对 今天扫个地 难道就很卑微吗 难道扫个厕所 就这么样的 就这么卑微吗 绝对不是的 如果你这个来分卑微的话 那你认为说 讲道理的人 功德最大了 那也不一定啊 讲道理的人 他要负的责任 是不是更多 他的压力是不是更重 所以 当你有那个实力 有那个能力的时候 你认为 上天不会给你机会吗 只是 你在机会 还没到的时候 你努力充实了吗 你已经在准备好了吗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认为上天 不会给你机会吗 绝对不会的 是不是 上天有好生之责啊 绝对不会辜负 每一个人的用心 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 当你很发心的时候 当你那份心念很沉的时候 是不是 在有意无意当中 你的 你住人也很顺 你办 你道场的事情也很多 你 家里的事情也很顺 为什么 那你的一个心念 当中啊 可以左右你的未来 可以左右你的事情 很多很多 所以啊 把你的心啊 解开 心结解开 不要再跟 不要再跟某个人过不去 不要再跟 某些人 有一点点 这闷气闹意见 好不好 好 你们有什么始祖运作吗 始祖运作 始祖运作就是人 就是人际关系的学习 对不对 对 你不是在这里学习 你去哪里学习 练脾气毛病啊 你说 那个组长很大 很强势哦 每次都说我们怎么样哦 功德要自己挑哦 什么的 有没有 但是你想想看哦 我有在这样子当中啊 你学着去看一个人 这个叫人性啊 因为落入后天以后 环境的影响 让他的习性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你说他能够强多久 真意识还是真天球 咱们啊 装得傻一点 装得樸素一点 所以 我们得到的更多吗 上天总是疼什么人啊 功德 所以 你也不要想说 哎呀 我现在很自规 老师你都不知道哦 没事那个 那个组长哦 那个点师那个讲师哦 就对我怎么样 看我傻好欺负哦 我是看到哦 我是知道 但是我能跟你说什么呢 如果你在这里你都不能学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学改脾气毛病 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你都觉得他不好 他不好 你说你要去哪里 才能找到天堂 哪里都不是 点教训 叫他不要那么痛 叫他不要那么霸道 叫他不要那么 无情 叫他不要那么绝 但是你想想看哦 有一种人哦 该要踢铁板的时候 他就会踢铁板 你也不用担心 他怎么还没踢到铁板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吃亏的时候 你要占便宜 是因为你学着去 忍路 有没有 精进慈戒 六度波罗密 你也在学啊 所以你不需要去争那个时候啦 忍一时之愤怒 免百日之忧 如果你这一点都不能学 我 可以告诉你 往文修道人 在多少的 那个佛教的僧团里面 在多少的 什么不管什么教 不管什么人事团体都好 都是在人的问题 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 不满这里的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 就来将这里一军 有没有 有 都来乌烟瘴气 你说我怎么办 这个是曾经自己最疼的人啊 这个是曾经自己 疼在手心 最疼爱的徒弟耶 到最后 反面无奇 到最后 反江一军 你说我能说什么 当然是自己不好 当然是我 得性太薄 对不对 但是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既然有缘在一起 咱们呢 路是很长的 纵然在这里啊 有一点点 微微的什么什么 耳语啊 什么什么人事的问题 但是 人事的问题 都处理不好 你以后在天上 也一定处理不好 为什么 今天跟你最有缘的人 就会是跟你碰在一起 但是呢 以后回天上的时候 你当然是跟你最有缘的人 在一起 不然你跟谁在一起 你不能说 老师姐 我以后回去 我就不要跟那个表演师在一起 因为他以前有骂过我 我也不要跟那个讲师在一起 我也不要跟那个 谁在一起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 天堂有几个 一个 你的心 你的小天堂 不能跟别人的天堂 融在一起 你以后回去天堂 你还是很难过 不是他说要下来 就是你说要下来 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吃苦一点 忍辱一点 忍辱寒和是妙方 对不对 能够学着去忍辱 学着去化掉化解 才是功夫啊 不然你们修到的功夫是修什么 修笔 要度几个人 你不用去拼这个树木 我要你是扎实的功夫 把这个人间的天堂 营造好 上面的天堂 你要怎么样 这个也是好朋友 那个也是好朋友 不会说上去天堂 看到他就跟 跟我说 我不要这样在一起 我离他远一点 老师你叫他过去远一点 好了 不要跟我在一起 我看到他 就影响我的功力 那你想想看 天堂只有一个 你到时候 谁都不是 我这边 吃力不好 那里吃力不好 对不对 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真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地方 很多很多 你们说的道场 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人 所以有些人 所以有些人 自愿 我牺牲我离开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那多可惜 你在为他修 你在为他办 那你有没有想到过 我这样子 耳提面命 在叮咛你的时候 那种心里面 多么的肯切 希望你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用你的智慧去分拌 有些人 该吃苦果的时候 该尝苦果的时候 他自然去尝 你不用替他招贪心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说 他怎么还没 他怎么还没 你急什么吧 这个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然后呢 不是不报 死到味道 但我也要告诉你 你的善恶 也不是不报 也是善恶味道 实际味道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好不代表永远 现在的不好不代表永远 因为这是一个循环的 这是一个循环的 所以啊 最重要的是 让你的心更包容一点 让你自己路走更远一点 更去包容 如果你连这里的人都不能包容 你想想看 在家里的人啊 我看到你们在家里我就觉得好笑又好气 在家里的时候 不敢跟先生跟小孩 大呼小叫的 你想想看 我那个时候我一定忘了你是我自己公的徒弟 凡街话说多丢脸啊 是不是 都忘了那个修道人的标签了 你想想看 在家里的时候 想是不在 想是不在 没关系哦 一生气一下就怎么样 就开始别哗啊 别叫啊 别骂啊 什么的 有没有 这样很好 对不对 不好 那个叫发泄 对不对 反正家里也没人看哦 先佛 只是在佛堂也不看你 对不对 但是哦 这样很不好 举头三世有神明 如果那个三世神啊 那个三世神啊 碰到我就跟我讲说 你那个徒弟哦 不知道是老师教不好还是徒弟学不好 哦 那个叫的哦 隔几层壁都听得到 那你想想看我多美面子 我今天是以白话文 很浅白的 很浅白的告诉你们哦 真的哦 把佛都会吓跑哦 因为你气的时候啊 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像佛啊 你像什么 真的啊 约束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 你度的人哦 刚好在你家隔壁 你在大喊大叫的时候 被你隔壁的邻居听到 你说我哦 该怎么办 我记过该怎么办 遮着脸说 这不是我的徒弟 你不要去听啊 还是说 你一喊完的时候 到隔壁家的时候 哦 刚刚事没发生过 刚刚不是你哦 一下马上变脸哦 还是千变 千变人 所以啊 你们的日常生活 一举一动 太多太多了 或许这个不该提出来吧 因为你们觉得 那很习惯很自然的事情 都跟佛塔没关系哦 只要佛塔给迪安师给仙佛看 一个样就好 但是我不要你这样子耶 我希望我的徒弟是表里如一的 我希望我下次看到你们的时候呢 在你们家里面 也是和气一团啊 不是因为你说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的家人不敢顶你啊 如果有一天啊 他生气的时候 他说你修怎么到 我跟你讲 你会蒙着脸哭三天呢 对不对 因为那一句话影响很重哦 因为别人看到你就是修道人 别人很看重你 认为你很不一样 但是你回家的时候 又跟烦人一样 那很不好看 对不对 你不要说 没关系 反正我来到佛堂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讲说 忏悔 我就天天忏悔 但是人家人家言不止说不二过 你们却一而正在耳上 而是四五六七八九 一直在翻 对不对 当然 每一个先佛一定说要很慈悲 原谅众生的无知 原谅众生的无心之过 但是如果一个修道人 对自己都不能够 言以利己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去度人的时候 说话有说服力吗 在你的言行举止当中 都不能成为一个标杆模范 那你要费多少多少的精神 去讲道理去影响人家 因为那个叫深教言教 在深教当中最低算大部分了嘛 对不对 我今天来很啰嗦 让你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到 真的很抱歉 可能有人也要回家了 也想回家了 因为时间也一直一直在逼着 也很快很快要过去了 所以 你们自己就保重保重 还是你们有话要跟我说 又开始灯亮了 不用那么快 我今天很对不起你们 来大都没有说什么 鼓励你们的话 反而把你们的一些影视都一直挖出来 很抱歉 你们多比较一点 谢谢老师十杯 谢谢老师十杯 请你们原谅我的啰嗦 请你们 也能够体谅我的心境 也能够体谅我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今天不说 可能下次看到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如果说我今天不说 可能下一次 我看到我一个徒弟的时候 可能我又会垂胸顿足了 因为那些话 我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做 所以我也要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现在不做 你为什么现在该说的话 跟你最亲最亲近的人 一句对不起 你都说不出来呢 为什么在家里 要搞得那么僵呢 说真的哦 家里是 佛堂是避风港 家里也是你的避风港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都要去克服 都要去解决 好不好 好 既然是跟家里的人有缘 一定 一定 委屈自己一点 好好的去了完这一段缘 所以你们现在啊 现在的修道人 你看三清四正 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是看得很平凡 认为没有什么 但是 在实在的冲击之下 如果 这些你们都不懂 在实 外面的 外面的一些影响 一直侵入的话 有一天 你们 男女之间 越举了 你想想看 这有一天影响会多大 如果这圣板都不轻了 那你想想看 会造成多少多少 你们所谓的后学的误解 如果钱财都不轻了 那你想想看 这个大事 虚名山啊 这个罪过 自己单 所以 三清四正 在你们内心里面 要好好的记住 不管 这个时代 再怎么变化 不管这时代潮流 怎么样的在乱 我希望你们 把这个佛堂 把这个道场 让这一艘船呢 保有一个 一个宁静 祥和的地方 让众生来这里 可以研究道理 可以吐露他的心事 可以更精进 可以当为加油站 可以当为避风港 有一天啊 只有像这样子的地方 才是众生最大的寄托 所以你们最大的使命 就是要保有他 不可以 让眼前的这一切 在你们这一代里面 在随便 随便 不好好的去保护他 好不好 好 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很啰嗦 不会 好像都没有让你们 说很多话 但是 但是我说了很多 但是我又没有听 听你们说话 你们要不要说啊 老师都知道啊 老师都知道啊 但是呢 有时候你们会觉得说 诶 我讲一个最真最真的事情哦 你们会觉得说 现在先佛借窍哦 都怎么样了哦 不像以前的哦 先佛好像怎么了哦 有没有 没有 希望你们是觉得没有啦 但是呢 先佛哦 印在你们的心里面 是最真的 是不变的 所以啊 今天呢 送给你们一首歌 有没有 《无尽的爱》 那首歌 或许很世俗化 或许它 它只是一个流行的一首歌 但是呢 它里面的意思 我送给你们的是 希望 希望这份爱 这份情啊 是无怨无有的 希望你的道心坚固 永永久久 希望你的愿力持续到你 我来接你的那一刹那 而不是说你的愿力是 有时候有 有时候很强 有时候很弱 有时候很弱 有时候我抓不到 有时候很茫然 而待最后是 求先佛慈悲 带我回去吧 一个人哦 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修持 去涵养你自己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 先佛慈悲 我要做更多更多的事情 我要做更多更多的人 我甚至呢 我想要有 立那个愿 因为众生在受苦 所以我不忍他们受苦 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 好好去度化他们 你们有这种厌力吗 有 其实我一直期待你们 真的希望你们呢 在黑暗的地方啊 拨下希望的种子 是你们凡间人说的话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颗种子 这一盏灯火 需要人去传 需要人去播种 所以你们都很重要 但是要播种之前 你的理念很清楚吗 你的步调很平稳吗 如果你的理念很不清楚 你想想看 你要去度的人 他可能会跟你一样很茫然 你要度的人 你要走的路 可能都不很明确 所以要立愿 要有发大师立大愿 你要想想看 内心现在就要开始充实了 对经典的研究 要更加下功夫了 因为经典里面 是经过几千年来不变的 立久迷心的 所以没有被推翻掉 所以他更能够印证 你修到没有错 你办到没有错 你选择这条路 绝对没有错 所以经典 你研究的道理 在道场上 各个融会观众起来 其实要你解脱 让你解脱你的烦恼 让你解脱你的知障 障碍 文章 物章 法旨 不要执着于形象 也不要顽空 就是这样子而已 当你越来越单纯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是很快乐的 但是 你们现在的修造人 彼此不敢讲 不能说你们是勾心斗角 但是呢 你们人与人之间的防卫心 越来越重 人与人之间呢 那个隔磨隔阂啊 越来越大 那你想想看 有一天 我要你们手牵手 心连心 或手牵手 一起回到里天 或许 你都会嫌跟你牵手的那个人 或许你就会舍不得 也不愿意 手伸出来牵着他 为什么 你是在嫌弃他吗 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 但是哦 我很想讲一句话 都是上帝的儿女 都是狼母的儿女 全部都是我的徒弟 我们都没有权力 去挤折他的过错 一切交给上天 来做审判 你们凡件都有法律了吗 凡件都有佛归了吗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看 一切由上天来做审判 善恶是非 让上天去分开 我们何必 费那么大的周章 去让自己的心 又搅动一壶 池水呢 对不对 所以 不关咱们的事情 咱们不要管那么多 现在这个时代啊 让你 不要去了解太多 不要一直想去看 去听啊 去听那些杂七杂八的 让你的心性 一点成长进步都没有 对你们不是好处吗 是不是 是 有没有想到跟我说话啊 如果没有我就要走了哦 因为我也耽误你们很多时间啊 今天晚上你们就好好的安安稳稳的睡觉 以后 从今以后 不要让自己身体太累哦 好不好 好 你一天的累 要很 你们反正话说 一天的累 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 才能弥补过来 但是 你一天一天的消耗 一天一天的透支啊 你的病啊 身体啊 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折腾下去 那你说 未来的路 那走很长 很远 那怎么走呢 你说宣佛的 宣佛的显化 奇迹 印在你身上 当然好 但是 万一 这个宣佛的显化 奇迹 你抓不到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身体是你的 你最了解 当你累的时候 你就要调理自己 当 开始亮黄灯的时候 你不能适度的踩刹车 你红灯你还在闯 那当然 当然 就可以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啊 你的心 你的身体 靠你自己 当然 我也是我希望 我这一路上 能够帮助你好好的走完 这一路程 好不好 好 你们不用紧张啊 既然身体是别人的 我也接到了 所以我就要好好的用一用 谢谢老师慈悲 你累不累啊 不累 你累不累啊 不累 我俩仗是很辛苦 要 要 要 痾 怎么样 有时候苦啊 日记里面 嘩囝 我别人都不知道 有时候光鲜的一面 掌声 人家看到你的掌聲 看到別人的喝彩 那種苦可能別人不知道 所以叫吃苦 聊苦 所以叫做能夠忍受 忍受別人所不能忍受的 那樣子未來的路 未來上面才會更快更廣 對不對 對 今天我講很多了 你站的也很累 不會 我看你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仔細在聆聽老師的詞語 那現在換你說一說 老師慈悲 請老師用茶 歌前前我們太有福氣了 我們這一班真是太有福氣 我們幾十年來很少碰到法會這麼場合 老師以重心腸跟徒兒們這樣子慈悲 真的是天使不一樣 天使不一樣 所以老師跟我們講了很多 要我們觀念要正確 修行啊 觀念是最重要的 觀念要很正確 而且呢 要真修實練 真修實練 要很深入的 實實在在的來修行 不是只有靠外表 靠數字而已 那這老師呢 一直一直 可以說沒有停的一個半鐘頭以上 真的 我們真的是很感恩 很感恩 我們這一班 你想想看喔 當你們房間什麼都傳對不對 有傳啊 什麼時候末日啊 有傳啊 該用什麼佛燈啊 有傳啊 用什麼杯子啊 有傳啊 用什麼桶子啊 還有傳啊 用什麼地方比較安全啊 現在開始要吃什麼啦 還有呢 現在不該吃什麼啦 對不對 現在不該吃什麼 吃了就會怎麼樣啊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在我的心裡面 你想想看 你用你的角度來 你用我的角度來分析這些事情 我聽了 我聽了 我會有什麼想法 第一個 今天 一個修到十年的人 二十年的人 你還跟我講說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要怎麼樣的才好 我覺得 我很難過 因為那是一個形象的東西 一摔它就壞了 對不對 它能夠保存多久 如果說 要什麼樣的東西 才能夠讓你躲劫避難 如果說 要那個水 那個水才會怎麼樣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 你不好好的把握你的自家水呢 當你靜下來的時候 你舌搭天橋的時候 那個窮江寓意 不是更珍貴嗎 也不需要你去佛堂 幾個月前就裝一大筒 甚至還生青胎 對不對 那你想想看 那樣子的東西 裡面有多少的什麼 那你說它能夠躲劫避難喔 還是說你吃了那麼多的細菌 你還造罪 是不是 不要在枝末裡面再打磚好不好 你說你要該吃還是不吃 但你該吃不吃 現在不吃不敢吃了幾種 現在聽到怕死了不敢吃 不敢吃 沒有 本來就是不吃 對 但是如果你身體不好 你也跟著別人 那 那你的路怎麼走得長遠呢 對不對 衡量你的環境 衡量你的身體 衡量你的經濟 衡量你的狀況 中和之道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 不偏不移的 你的內心啊 你的靈性 越輕啊 那個才是掏神啊 你的身體本來就是著的 你搓一搓 你搓一搓 看看到底有多髒 你說一個蛋就會讓你下去的話 那你說一個蛋有沒有那麼功力那麼厲害 沒有啊 那還到處傳 有沒有 所以啊 這個叫智慧 當然你當你聽到什麼的時候 用智慧去分派 所以啊 當底蘭師的現在最重要啊 底蘭師你的一句話啊 底蘭師說 欸可以的啊 呵呵 不要講了啦 那你想想看 底蘭師重不重要 所以你們心目中的底蘭師 從偶像變成凡人 有沒有 底蘭師本來是偶像啊 哎呀 底蘭師一句話很重要 突然講那一句話以後 開始 好像從天上打入凡間一樣 有沒有 所以底蘭師一句話也很重要啊 蘭師 該說什麼話 該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滿意啊 所以啊 當你聽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去衡量一下 這個有沒有合乎中庸之道 這個會不會 對你的生活上面造成不方便 這個會不會讓你的心理身體怎麼樣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個修道的人 一個學修行的人 你的身體不好 你怎麼走更長一點的路 對不對 但是你要衡量喔 不是說 哎呦仙佛就沒有說 仙佛說可以啊 那我就拼命的去 那個叫過 哼哼哼 一個是不急 一個是過 有一個是 有些人有疙瘩在那裡 喔 去佛堂的時候 這裡沒有沒有啊 有喔 不要吃 那個叫不隨緣 對不對 對 咱們修道是隨緣自在嘛 對不對 是 每次喔 人家請你 你就在挑 這個不能吃耶 你沒有加這個喔 不吃 那主人 氣都氣得半死了 對不對 所以啊 要跟人家 一起相處 一定要怎麼樣 你到人家家裡 你也挑戰解釋 這個菜怎麼樣 有加蛋的不吃 加那個 呃什麼的不吃 什麼的不吃 那你自己翻鍋子來煮好了 那你就不用出門了嘛 對不對 所以修道的人 學道的人 你要學一個方便啊 給人方便 給自己方便啊 不要太多什麼 一大堆的理數啊 你在求你在求 那我說 你為什麼對你自己 不要求多一點 對不對 其他人家家裡 那麼多要求 以後人家會 把你變成拒絕 那你自己去修你的道吧 所以修道修道 真的 認理好不好 好 今天送給你的 為道是從 但是要認理實修 道有很多很多 你看 這麼多 唐門左道 什麼道 什麼道 你如果認識不清 枉費了修道十年 所以 你們反正 所以啊 不是你們也常在說 五十成道 四十 不管你功德有多大 不管你火候有多大 你一念的錯誤 可能 所有的都前功盡棄 所以聖人會說 爐里深淵 爐里薄冰 爐里薄冰 怎麼可以一 一句話一言行 都不小心啊 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不能吃的啊 呵呵呵 我說 我說點船師喔 他說 氣死不能吃喔 其實可以 你答一句話 可能就變偶像 變煩夫了 對啊 其實應該 應該 應該是可以啊 那個是牛奶提煉的 牛奶 好 好啦 咱們修道人啊 要從 要上聖的功夫啊 上聖的功夫著手啊 不要在這個 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啦 隨眼啦 人家 人家 你不會刻意去 人家說不能吃 你就刻意去買那個 故意來吃吧 對啊 那就隨眼嘛 對不對 要在上聖法門 是在哪裡下功夫 心心 什麼樣叫做 那個佐 怎麼樣叫輕啊 是身體很輕啊 還是心很輕 還是靈性很輕 我跟妳說喔 如果有一天 你們回天的時候啊 還給我這樣子 半佐半清 或者是 還迷迷糊糊喔 真的喔 那個 主考官啊 不不不 還慈悲的話 我回去要給打幾個屁股 為什麼妳知道嗎 修道修樂 這麼久了 還在問這個問題 真的很賤效 賤效 不過呢 這也是賈恩師教的不好 對不對 是 不是喔 這時候又不錯了齁 你們都 賈恩師修得很好 你們不好 你們不受教 是你們不好囉 那你們不好就是我不好囉 不是不是不是 是 這個叫養不教 這個叫教不言 但是呢 簡傳師也是師樂類 講師也是師樂類 是 這個叫通通難逃責任 是不是 是 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等於是裡面不清 底下的講師 我看也糊糊塗塗 對不對 對 你看 連那麼簡單的飯該不該吃 等於是都已經打不出來 起司該不該吃 可以吃啊 起司可以吃啊 現在講說吃的東西啦 吃的東西 乳肉啦 乳肉啦 可不可以吃 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啦 唉唷 隨緣啦 你不要 貨語不及都不好 我現在講中庸之道啊 你哈 你日到有問題的時候 回去好好給我翻四書 好好回去好好給我翻聖前的經典 好不好 好 你說六祖會能在獵人隊的時候吃什麼 那他有沒有犯很大的戒 為什麼 如果說他那個時候有沒有黏到 沒有 黏到很多齁 有沒有罪 沒有 那你說你去請客的時候別人請你吃起司 有沒有罪 沒有 那你不能說 老師先我說齁 要通全答辯 我就通全一點喔 欸 沒關係啦 起司拿菜啦 出來可以吃啊 也不能這樣子 沒有就不要糗欸 有了就隨便 好啦 既然這樣子 就可以啦 對不對 陷阱要害我 反正身體是別人的齁 別的身體也不是你的啦 但是我看你們也蠻累的啦 對不對 不會 今天 但是說你們蠻累的 但是氣色很好喔 是 不知道平常吃了什麼東西喔 聽說你們很養生齁 很照顧自己的身體齁 所以可以讓身體像鐵打的一樣啊 但是沒關係啦 懂得照顧身體最好對不對 是 但是現在修道人有點很好笑 愛護自己愛到齁 太注重自己的顏面外表對不對 一點點頭髮白了擔心啊 哈哈哈哈 一點點皺紋出了就擔心啊 會不會 不會 但是要叫你們要 要把那個外表 暫時跑一點 你們做得到嗎 做得到 但是人也是 要有一點點 蹭頭蹭頭啦齁 所以通全要 答辯 活潑要 玲瓏 對啊 講來講去都是你們好耶 哈哈 這是老師好 老師好 徒弟才好 真的很好 要到至始至終都要很好 不枉費你們修道的路途 這樣子才能夠光宗耀祖喔 我現在說一句話啊 你們啊 好好的修道 有一天啊 光宗耀祖 你們家啊 幾世幾代 除了一個修道的孩子啊 列祖列宗啊 真的會排列拍手耶 那你想想看 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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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這個 一個念頭 好好的修道辦到 你的祖先呢 高興的不得了 所以不要去小看自己 你一定可以辦大事 做大事 立大院 承擔大使命 好不好 好 可以了哈 又在陷害我囉 又在陷害我囉 那你們跟我 那你們有什麼話先跟我說好了 三個人 你們三個人 我是慈悲 這邊突然有 突然有 往前 站起來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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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喜歡又有什麼用啊 這個身體是別人的喔 我一批拆的時候 我在你身邊 你也感受不到 真的感受得到 那最好了 但是呢 那你會說 哎呀 先生佛 你如果一直跟著我 那多恐怖啊 反見話 反見話就好 那多恐怖啊 對不對 那我做什麼壞事 都被你們監控著了哈 那你想想 你知道嗎 你們囉 又讓人家疼 又覺得憨憨 又很可愛 又很少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 更是覺得說 哎呀 每一次喔 每一個機會 我都要把握 如果我說了一句話 你們能夠好好的聽 你知道嗎 你們的 你們的祖先啊 在外面 也會很感謝我 那我就很值得了 為什麼 因為我幫他 調教他的子孫啊 對不對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如果你們真的 這麼聽話的話 你做給上天看 做給為師我看 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看在老母的面子上 看在為師我的面子上 受一點委屈 忍辱 這樣子 事情會過去的 但是 不要把小事 把它喧嘩成大事 這樣對稻草都不好 因為這是一個家 大家愛這個家 好不好 好 當你見到任何任何 別人跟別人之間 有一點誤會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當橋樑 去化解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一個化解 解開人家 人家比起這些不愉快 對不對 因為這個才叫兄弟姐妹 因為這個才叫手足 對不對 對 起步 起步 好好好 請準備 老師指示 你還要寫什麼 不用寫了啦 你寫那麼多 老師都知道了 你不用寫那麼多了啦 這個叫不信中的 這個叫賽翁師馬 所以你責任也更重啦 你們收到人好 你聽我說 你們現在都不要說話 你們會認為說 我今天求到了 我到底那一點有沒有用 到底老師給我一點 到底我 我的親戚到底有沒有回去對不對 你們就會想說 我一定要親自的問老師 得到一個明白 得到一個認可 一個答案 我才會吸引 但是喔 我問你 如果說 你今天 你來問我 跟你去後天廟裡面 問的答案不一樣 你相信哪一個 相信老師 相信老師 那好 你相信我 我可以告訴你 道真理真 天理真 今天我 既然我可以告訴你說 我 我既然領了三朝的命 我的哪一個圖兒我不救對不對 但是 你回去了以後 回去了以後 很多都不足啊 很多都不足啊 好 所以 不信中的大幸 就是因為 你 現在 好好的 趕快修 趕快了念吧 不然的話 那個位子很動盪 動搖不安啊 這個叫賽風施馬 言之非 這個叫不信中的打幸 所以 你 要你相信我 你不用去後天廟問了 你不用再去問別人了 你不用去擔心他們了 你相信我吧 從頭 從 從頭到現在你相信我嘛 那你就不要再想了 好 從今天開始 你就不要再去想太多 好不好 科學老師 但是 從今天開始 你知道你要怎麼做嗎 你 你是不是 要做的事 要更多 然後 立的目標 要更遠 要辦的事情 要趕快好好的去辦 當然囉 不然的話 我也保不了 但是 人世間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借著一場火 有些人就是一生病 有些人就是借著什麼什麼的 一些 什麼什麼事故的 就這樣子回去對不對 但是呢 那邊就有一大火人 就開始要修煉啊 就開始要不足的 酒色才氣啊 功德不足的啊 等待他的子孫 在凡間 開始回向他們 我是這樣的女兒 我有跟小妮 跟我說 你們做他們的指導 我做出門 應該不會 那如果 那你做 你的九弦七祖 你知道你的九弦七祖 從 從這樣子算過去 有幾代嗎 對啊 哎呦 嫁出去 血緣誰跟誰親啊 哎呦 嫁出去 血緣誰跟誰親啊 嫁出去就是潑出去的水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以後會不會往來嗎 不是啊 所以嘛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不要去聽別人太多 好不好 你把你的心安著點 你現在不要去問別人太多 你不要再去問太多 因為一個人一個人每個人意見不一樣 蔣師的領悟 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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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師的 他對他這個看法又不一樣 那不一樣 無形當中會左右了你的想法 對不對 但是我敢跟你講說 道真理真 天命真 但是一個人不足的地方 回去一定要再彌補 一定是這樣子的 如果 不夠 一定是要靠梵經的子孫 給他回向 梵經的子孫 如果不懂得去回向 那他就會過得很苦 這樣你懂了吧 所以為什麼跟你們講說 你們好好的修啊 你們的九賢七主就靠你們了 我從頭到現在 我不知道講了多少遍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去想太多 你們的血緣的清啊 勝過誰啊 你不是血緣不是很清嗎 對啊 那你跟聽別人這麼多幹嘛 好謝謝老師 吃杯 老師 吃杯 那我問你啊 他現在到哪裡 你相信他上去了嗎 相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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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明天又聽到別人說 又不相信啦 不會 你一顆心啊 動盪不安啊 這樣子不好的 你就好好的 度人 看 看你要發什麼願 要做什麼 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做的 盡量量力而為 好好的去做 不要因為做不到 讓你自己整個什麼家 又跟人家戴什麼什麼的 這樣不好 咱們修道人 有一分能力辦一分的事情 不要浩高霧遠 但是這個了願 這個要行功力的人是 是一輩子的事情 好不好 不是因為你現在 啊家人這樣 你才修個五年十年 以後不修 我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好啦 謝謝老師持非 謝謝老師持非 全然的相信老師 全然的相信老師 謝謝老師持非 那相信就好了啊 還有沒有人要說 不然我走了 蛤 因為我相信你們啊 知識會根都很深啊 以後面臨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不要再左右 猶豫不定 所以我說等一下是很重要 你們的經典給我擦透一點 是 你要下次人家問到這個 可不可以吃 他有沒有回去 連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都要我問喔 都要我答喔 有事 弟子 扶其勞 你們在扶什麼勞啊 就是點一下道叫扶其勞 對不對 然後講道理講一講 叫扶其勞 對不對 但是像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們點完事 都不肯定的話 那你說誰敢肯定這一點 對不對 那你們修到這麼多了 道場上的印證 道場上這麼多了 真人之事 這麼多了 那你想想看 這個叫頂結舊事的願令是無始無終啊 是 從無始節以來 我們就要 應當有這種願令了 所以啊 這個 當你立這個願的時候 那個東西也討得很快 所以你不要怪喔 你不要想說 哪個人啊 他怎麼這麼快又這樣子 他怎麼過得這麼苦 不要這樣子想好不好 該還的 還完了 就會輕鬆 你不繼續做你要做什麼啊 哈 哈 那你不知道你不繼續做 那那你那你想要做什麼 但是這個時候 兩方面都要兼顧道的話 因為這是長長久久的事情喔 不是因為你一時間怎麼樣 就要怎麼樣 就要怎麼樣 今天我一定不會給你肯定的答案 因為你回去想一個念頭 可能你的想法有改變 但是我只能告訴你說 就每一件事情 你衡量它的輕重 你想清楚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你這樣子做了 當然要了願 要行功利得 但是了願行功利得 是一生一世的事情啊 不是忽冷忽熱 不是三分鐘熱度 但是你們還是凡人 你的慎也要顧 煩也要顧喔 無凡不能養慎 對不對 所以說 財法禮定嘛 財法禮定 一路伴著你們 這條路 才能走得長長久久 這樣子好不好 好 這樣有答案了沒 有了 這麼快喔 好啦 我真的確定這一次 要還一點別人了啊 你就保重啊 好好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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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餐久喔 一個念頭會影響他們很多 我很擔心喔 那你們 我下次見到你們的時候喔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哭哭哆哆的 我們要很開心 因為你們又進步很多 對不對 我希望下次看到你們的時候 你們為了你自己 也為了我 你更更用心在做了 你也更用心在辦了 好不好 好 真的有這份心 我很高興 但是我希望你 更扎實的時候 這條路是很長久的 你好好的去辦 上天取你那一點些 好不好 對嘛 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哭哭哆哆的嘛 對不對 當心裡面互相契合的時候 你看 這不是人間天堂嗎 對不對 對 那我要走了喔 你們保住 如何修身陪德 徒兒 你們知道真正有德性的人 是怎樣的呢 德者乃能滿心歡喜 重複去聽其所早已知道之事 人者乃能全權赴贏 一再去做其所早已會做之事 智者乃能瀟瀟灑灑 繼續去過其所早已過慣的日子 勇者 勇者乃能無謂萬物 每日去改其所早已改過的錯 成者乃能抱持不放 天天去看其所早已看過的東西 人最難修的就是內德 要讓人認定這個人內德很好 是不簡單的 修內德比修口才還難上十分 徒兒 你雖然沒有資本建立一個化學工廠 但你可以在你的心裡 創立一個小小而完整的工廠 化學工廠最大的特點 就是能夠廢物利用 如果你有這種化學工廠的心境 多麼不好的畫 你把它收容下來 就可以使他改變成非常好的人 這樣做不要本錢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有度量 有涵養 有涵養 有志向 人人 人人 都可以做得到 你們僅注意到環境 卻不注意心境 只知道美化環境 卻不知美化心境 知道改變環境 卻不知道改變心境 問問自己 打從求道以來 你的心境改變了多少 太少了 只是在道場上稍有改變 當離開道場 逼開道青 回到你自個兒的環境 很快就圓性復發 焦得照樣焦 傲得照樣傲 強得照樣強 是不是 後天之性改變得太少了 要改變後天之性 必須誠心誠意 接受別人的磨練 找機會去接受磨練 遇時才能攻錯 如果你不接受磨練 只想自己管自己 可能嗎 自己做錯了 捨不得打 捨不得罵